在学校,你听过这样的规定吗? 要想成为学校的老大,就要先挨100拳的暴击。 在这所鬼邪高校,就出了这样一个狠少年。 此刻,鬼邪高教练,最能打的学生,齐聚一堂。 在场的100个学生,开始轮番对狠少年,罚出金刚暴击拳。 而狠少年,瘦骨灵循,身高1米7,但隐忍能力超强,绝对不安丑, 甚至还挥动双手,挑衅大家,继续攻击。 来呀,你们就是点本事吗? 一旁鬼邪的老大,身高1米88,脾气一点就着, 一拳能打出300公斤的力量,曾经徒手打死一头牛, 他见不得有人比他还嚣张。 于是,手套拳刺,将狠少年一拳打掉八颗牙。 只见狠少年,却不惧腾动,重新站起。 鬼邪老大怒不可遏,他当时在当老大的时候, 创下98拳的接拳记录。 所以他绝对不允许这个狠少年,打破他的记录,取代他的地位。 于是,鬼邪老大,抄起了一把拭目凳子, 抄狠少年恨杂技过去,凳子瞬间粉碎。 以往普通人挨这一击,铁定命丧当场。 然而,狠少年,像是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再次站了起来,鬼邪老大简直要疯掉了。 他使出一招绝命拳,这是他必胜的杀招。 也是狠少年,挨得第一百拳。 然而,狠少年,又又又站起来了。 只见他眼神尖艳,身躯顽强不败,开始发动反击。 只见一百个不良少年,全部一拥而上。 狠少年露出猎杀姿态,在十分钟内将一百个人全部打爬。 至此,鬼邪高校的老大,变成了狠少年村山。 而村山呢,为了打响自己的名号, 将带领鬼邪一众不良少年,去挑战一个天才少年。 而这个少年,曾在十岁那年,发明出了杀人绝技。 也是一个狠决策。 具体让伯彦给大家讲讲。 眼前这个天才少年,名叫眼镜蛇。 而就在十岁那年呢,他发明了一招杀人计, 名叫眼镜蛇缠身固定计。 就是把对方的右手钳制在自己的腋下。 然后双手锁住对方脖颈,令对方的死尸不能动弹, 还能产生一股强烈的窒息感。 直到对面投降,否则,这对方是必死无疑。 当时啊,这年仅十岁的眼镜蛇呢, 凭借这招是直接打怕了十个天才少年。 这眼镜蛇的外号也正是得名于此。 然而,我们眼镜蛇虽然凶残, 但是啊,他坚守内心的善良底线, 只为正义而战。 原来啊,在现在的日本呢, 有一个名为Sor的街区, 正是被五个少年结巴组织所统治。 而第一个组织呢,名叫山王联合会, 由眼镜蛇来掌管, 并且眼镜蛇把兄弟的命看得比自己都要重要。 谁敢动他的兄弟,他就要对方死。 而第二个组织就是诡弃高校, 里面的不良少年是天天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也是日本第一个干得杀人勾当的高校。 他每天在教室里呢, 都要举办这格斗拳击比赛。 而这总结起来呢, 一共就两条原则, 赢了拿钱,输了丢命。 老师是都被他们揍得终身瘫痪, 从此也再也没有老师敢给他们上课。 而剩下的三个组织呢, 分别是这白色恶魔, 戒区亡灵和大魔一家。 然而在这五个组织出现以前, 有一个叫Morgan的组织, 曾经是Sort街区的统治者, 但却因为一对狠人兄弟的出现, 而彻底小声匿急。 这对狠人兄弟也信语工, 他们当初要争夺Sort街区的统治权。 当时啊, 这Morgan组织是足足有三百名的街区恶霸, 而这兄弟俩是根本不怂啊, 直接跟三百个黑社会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只见我们的羽工哥哥, 一个转抵180度, 双腿横皮短身和, 菜鸟街坝如同一颗导弹, 被整整踢飞了十多米远。 羽工弟弟同样丝毫不逊色, 一招马他飞燕借力抱起一拳, 直接干翻了十几名的街坝菜鸟。 可是啊, 他俩就算单打独斗再厉害, 同样也是会消耗大量体力。 于是啊, 这羽工哥哥是用出了一招杀击近猴, 想要速战速决。 他直接拽出一个街坝菜鸟的腿, 朝着命根子疯狂地踩了下去。 其他街坝们是吓得赶紧加紧的裤裆, 捂住小鸟, 只敢观战, 不敢上前纳。 但是, 这总有不怕死的冲上前来, 只见我们狠人哥哥是挥起一脚, 后跟暴击天灵杆, 将这位街坝是当即干到, 脑浆爆出。 虽然这羽工兄弟非常牛掰, 但是最后啊, 只能是勉强跟蒙干组织打成拼手。 最后呢, 这羽工兄弟跟不干组织是双双笑识江湖。 于是啊, 这五大少年组织航空出世, 成为了所有的街区新的统治城。 五大少年组织在所有的街区是各自划分了一片管区, 并且共同规定啊, 大家谁都不可以越界, 也不能插手对方组织的事。 仍然这天有不择风云啊, 鬼邪高校是转了一名新生, 竟然让眼镜蛇村山是正式结下梁子。 这个转学生名叫千秦, 他转到鬼邪第一天呢, 就看到这村山是正在霸凌同学。 于是啊, 我们千秦人见以为勇敢跟村山作对。 甚至啊, 这村山从此便恨上了他, 所谓便派出了一百名手下前去追上千秦。 而最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千秦就是一个打架猜忌, 他只有逃跑的本领。 但是啊, 我们千秦也是很聪明的, 他直接把不良少年们引到楼梯上, 一路蛇行走位绕到了一众的不良少年。 千秦则趁机翻过了一处铁丝栅栏, 来到了一处商业街区, 猛地撞上一个白衣男子, 直接摔了个狗坎尼。 而恰巧就在这会儿呢, 不良少年们也终于赶过来。 而为首的光头墙呢, 这超级板砖就要砸下, 结果啊, 这也是被人家白衣男直接捏住了光头墙的手腕。 光头墙是怒不可恶, 他命令手下黄毛, 一棍子狠狠敲上白衣男的后背。 于是啊, 这白衣男出手, 把所有的鬼邪少年打趴, 也成功救下了千秦。 然而不妙的是啊, 这白衣男名叫大和, 正是眼镜蛇的好兄弟。 大和无意救下千秦, 就相当于这让山王联合会和鬼邪高校彻底结下两者。 所以啊, 这鬼邪老大村山, 便要跟眼镜蛇决意死战。 千秦是不想连累无辜啊, 便满的眼镜蛇是独自应战村山。 谁知, 这千秦刚回了学校, 还没见了村山, 便直接被村山手下狠狠地揉了一顿。 而眼镜蛇知道以后, 直接带领一众手下, 潜了跟村山讨要一个说法。 只见眼镜蛇是一脚开踹, 拉开了战斗序幕。 而村山的手下, 则连眼镜蛇的衣服脚都没有站到, 就被眼镜蛇是当场干趴。 眼镜蛇一路开挂, 直接打到了村山大名, 也终于见到了村山。 而那边的村山同样是幸福不已, 他早想挑战这个所谓的天才少年。 村山是伸出的手, 不屑地召唤眼镜蛇。 喂, 我让你一招行不行啊? 确见眼镜蛇是双眼寒冰, 你敢过来吗? 我看你根本没这个胆子。 村山也当场发了火, 直接挥拳打出了暴击。 眼镜蛇是轻松躲避, 直接中拳出击啊。 但是这村山反手又给了眼镜蛇一拳。 而这两个人呢, 那确实都是不怕疼得狠人, 实力也是不分上下, 这就看谁能极高一筹。 只见眼镜蛇握住了村山的第二拳, 露出了狠人一般的微笑, 然后就开启了进攻式的无音拳, 趁着村山被打得投影眼花的时刻, 直接中击村山侧附, 然后再外接一招面门杂击。 但是啊, 我们村山同样也反应很快, 又还几两招给了眼镜蛇。 只见村山又来了一招铁锡撞击, 眼镜蛇闪身躲避, 抬脚换击。 村山又用了一招强人所难, 控制眼镜蛇的臂膀。 只见我们眼镜蛇用出了一招翻身踏桌, 也当场甩飞了村山。 正所谓这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眼镜蛇天才的名号可不是空穴来风啊。 他总是会提前预判村山的预判, 于是这眼镜蛇赶在村山紧箍之前, 先是一个盾地飞滑, 从后面用出了他的招牌杀招, 眼镜蛇缠身固定器, 那是把村山牢牢地紧箍其中。 一股强烈的窒息感, 是直接涌上了村山心头啊。 村山站了起来, 用力地背中眼镜蛇, 可是啊, 这眼镜蛇就是不撒手。 村山是灵机一动, 把眼镜蛇背水在地, 用出了无影拳, 发现心中愤怒。 结果, 人眼镜蛇用出了双腿脚杀的缠身剂, 又锁住了村山。 接着, 他顺着村山力量, 单掌掌掌地面, 把村山直接甩飞出来。 而这下, 双方力量也彻底走到了镜头, 开始了你一拳我一拳的持久蜡锯战。 但在耐力方面啊, 这村山就是个弟弟, 他不断被眼镜蛇走翻在地。 村山的心中愤怒啊, 我跟你到底哪里不一样, 你为什么总能打到我? 眼镜蛇并没有回答, 而是开启了猛烈进攻。 村山也彻底倒在了眼镜蛇的拳下, 再也站不起来。 其实啊, 这眼镜蛇之所以这么强悍, 原因就在于, 眼镜蛇他为正义而战, 为兄弟而战, 而在村山眼里, 只有他自己一人, 每天都在想着, 如何通过打败别人, 来把自己变得更强。 一场大战也就此落下帷幕。 而经此一遭啊, 千秦决定加入眼镜蛇统领的山王雷克会。 以后呢, 这就死心趴地的为眼镜蛇, 上刀山, 下湖海。 然而接下来呢, 这也是有一场更大的阴谋。 他将直接挑起这五个少年组织内斗。 而内斗的起因啊, 竟然就是因为一场猎脸之旅。 这个眼镜蛇的手下阿谭就是一个母胎丹身口, 而他在夜店呢, 是搭上了一个名叫拉拉的小美女。 然而这家夜店呢, 正是五大少年组织之一, 白色恶魔地盘。 这个组织呢, 也正好是一个保护女人的组织。 来到这家夜店玩的妹子们, 是根本不用担心会被色狼猥胁侵犯。 但是啊, 这个拉拉却是别有用心, 他急进施闪自己的魅力, 那是把阿谭迷得神魂颠倒, 然后让阿谭帮他去给一个光头客人送一个铁盒。 而这里面也正是一张手机卡。 阿谭是乖乖听走了指示, 谁知救他这会儿, 有个动貌男是一把抢走了盒子, 而且还泼了光头整整一年的酒。 阿谭是立马去追啊, 结果这动貌男早已不见了踪影。 而另一边啊, 这白色恶魔的老大看到客人被扑了一身的脚, 心中顿时发了火。 这相当于是不把我们白色恶魔放在眼里啊。 但是啊, 这夜店监控根本没拍到东莽男的正脸, 只拍到了阿谭。 于是, 这白老大带了一帮手下, 趁那眼镜蛇不在的时候, 直接砸了这眼镜蛇帮派经常聚会的987个点。 而且呢, 这还将山王联合会的标志直接涂成了白色恶魔。 眼镜蛇得知以后啊, 心中也顿时来了火。 阿谭则立马跟眼镜蛇保证, 这个放心, 我一定要找到拉拉, 还咱们山王联合会的金牌。 而我们阿谭呢, 是经过多方的查探, 终于找到拉拉, 便一路的尾随跟踪, 是来到一个街区, 五明街。 五明街啊, 是五大少年组织地街区亡灵地盘。 这老大名叫Smokey, 我们简称, 燕帅。 而在无明街定居的人, 不是被父母遗弃的孤儿, 就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啊。 这里的环境破败, 贫穷。 燕帅为了守护这里的人, 成立了街区亡灵组织。 而整个组织都是小山战, 最擅长在破败楼层之间, 跑酷追逐, 向山追击。 这一旦有外来者的挑衅, 燕帅绝对能让对方有来无回。 比如, 这贩卖小孩大妈, 他正在跟人犯的交易。 燕帅便集结了手下, 跟人犯的一帮人, 正式拉开了团战篇章。 而燕帅第一个手下, 先是一艘盾地拖了转, 直接干翻了五个混混。 第二个手下, 利用地形优势, 飞上高台, 转体720度, 阻断追击。 再利用这个时间差呢, 是挑起一根麻绳, 穿梭在了混混之间, 把混混们当场捆成了一款麻花。 而我们燕帅自然不必多说, 一艘分筋错骨手, 拧得两个混混胳膊, 狠狠地摔到地上。 然后再接着转身一起高脚踢, 把对方重击成了脑震荡。 不到短短五秒, 便直接解决了当场的十个混混。 最后, 这燕帅把人贩子交给了街区居民处置。 这燕帅这么正义, 但是没想到, 这个拉拉其实就是燕帅的妹妹。 因为阿潘一路尾随拉拉, 进入了一间工厂, 而这工厂竟然正在制作白粉。 阿潘简直难以置信, 难道这燕帅其实就是一个 金玉其外败蓄其中的伪君子吗? 不仅如此, 这阿潘还看到了千秦出现在工厂当中。 难道这千秦背叛眼睛蛇了吗? 阿潘是偷了一罐白粉, 回到了山王联合会, 并且呢, 这是把真相全都告诉了眼睛蛇。 大和却根本不信, 这千秦会当叛徒? 于是啊, 这大和是跟眼睛蛇保证, 自己会证明千秦的清白。 谁知啊, 这大和一进入无名街, 便直接被燕帅知道了。 大和直接问燕帅, 喂,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燕帅顿时有点懵圈啊? 因为啊, 他压根就不知道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可大和根本不相信, 双方也顿时暴起。 然而啊, 这大和根本就不是燕帅对手, 很快便被燕帅致富倒地。 但舅的这会儿啊, 燕帅是突然产生了剧烈的磕疵。 原来啊, 这燕帅早已身患绝症。 大和便趁机跑到了白粉工厂, 找到了千秦。 千秦知道, 这个秘密肯定守不住了。 于是啊, 舅和大和完整说出了事情。 原来啊, 这千秦父亲是欠了高昂的高利贷, 每天都要被高利贷毒打。 但是有一个自称为家村会的神秘人, 帮助千秦还了贷款。 而代价就是让千秦去工厂当卧敌, 偷走那个小小铁盒。 因为啊, 这铁盒里的手机卡是正好存储着白粉买家电话。 可神秘人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大和顿时明白了, 如今这山王联合会, 白色恶魔, 接去亡灵, 都因为这个白粉工厂变成了敌对关系。 所以啊, 这就是有人想让这些少年组织发生内讧, 好作曲羽翁之地。 大和怒气冲冲把工厂砸了个稀巴烂。 而就在这会儿, 一个神秘人是带了一群西装男, 出现在了眼前。 大和顿时愣住了, 原来, 这所谓的神秘人, 竟然是大和跟眼睛蛇, 昔日的好兄弟阿登。 他们当年被江湖称之为三剑客, 走到哪里都是形影不离。 等到后来呢, 我们阿登是考上大学, 并且跟一个漂亮的女校花是直接坠乃和。 可是好景不长啊, 学校里面有个猥琐男, 把女校花是强行开了车。 阿登知道以后, 直接把猥琐男士断刺绝孙, 但是事后也进了监狱。 阿登前途近回, 他无言在面对眼镜蛇和大和, 于是便一条道走到了黑啊, 跟监狱里面是正在坐牢的这九龙组旗下分支, 家村会组织了阿登家, 成为了一根神圣的蚂蚱。 等到了出狱之后, 便彻底为家村会消灭。 而这小登的第一个任务呢, 就是利用白粉工厂事件, 调剂五大少年组织的内侯, 以此来消耗五大组织的实力, 方便这家村会趁虚而入, 直接拿下塑尔德街区的统治权, 用来进行白粉交易。 但是啊, 这塑尔德街区是阿登从小生活的地方, 他不能让家村会把街区变成罪恶的天堂啊, 于是啊, 他就让千秦当起了卧底。 到了现在, 这阿登也并没有完成家村会交给他的任务。 所以啊, 家村会的二当家把阿登抱走了一顿, 而且还丢给阿登一把枪, 让阿登自行了断。 而家村会的组织呢, 是势必要夺下塑尔街区, 于是便又想到了一计, 就是利用五大少年组织里, 实力最强害的达摩一家, 来除掉其他四个组织。 因为啊, 这达摩一家的老大日向, 跟家村会组织一样效敏于九龙组。 而更重要的是啊, 这日向跟眼睛蛇, 就是一对妥妥的世仇。 大家还记得吗, 伯恩在之前提到过, 在五大少年组织出现之前, 有一个名叫Morgan的组织。 而这个组织呢, 曾经也一直都是这塑尔街区唯一的统治者。 眼镜蛇跟大河, 也都是Morgan组织的成员。 而当时的日向哥哥呢, 为了闯出自己的一番名声, 便带人呢, 去向这Morgan组织发起了武力挑战。 最后呢, 这日向哥哥输的是一败涂地, 可日向不接受啊, 他立马组建了一支作战力量, 名叫达摩一家。 这可是一群嗜血残杀的暴徒, 意思是永远不倒下的不倒翁。 他们向Morgan组织发起了复仇行动, 结果, 这日向因为杀了太疯, 直接关进了监狱。 贾曾混便立马动用了关系, 把日向放出监狱。 而交易条件, 就是日向要彻底高垮其他四个组织。 于是, 这日向派遣了手下小弟, 先对白色恶魔, 揭去亡灵, 鬼邪高校, 同时发击攻击。 但是, 他并没有负面三个组织, 因为这日向最想搞垮的, 就是眼睛蛇所领导的山王联合会。 双方在处地下废弃商场对战, 达姆一家是身着红色战袍, 双滚雷动战鼓, 涂抹了红色意义, 表达誓死战胜对方的信心。 他们向山王联合会发起进攻, 而一时间呢, 双方一共两百多号人马, 是交出带了一起难舍难分。 山王联合会为了保护街区的平凡人类而战, 而达姆一家呢, 则是为了复仇而战, 他们全都拼尽了全力, 两边是谁都没有错, 但是这谁都不肯退啊。 只见达姆一家作战有素, 随着战鼓声的节奏, 达姆街霸双股两开, 马步骑渣, 朝着山王联合会发出了暴击。 接着, 这达姆第二波人马, 一个侧身滑蝉穿搭而过, 又缠倒了一片对手。 然后, 一个马他飞燕发起了第三种攻击, 又干翻了一大片山王联合会的人。 这时, 阿坦灵机一动, 他猛推辆购物车, 开出条血路, 接着, 他抄起了车内灭火器, 全部朝达姆一家喷去。 此刻的整个商场没有一处不在战斗, 但为正义战斗的一方, 永远是上天的宠儿。 山王联合会的几元大将, 也是彻底干翻了达姆一家。 可就在这会儿啊, 我们日向是闪亮灯场, 他面露不屑的神色, 迈得六亲不认的步伐, 竟然让达姆的小喽喽们, 从地上奋力战起。 果然啊, 这达姆不倒翁的名号, 也不是开玩笑的。 山王联合会都蒙圈了, 好家伙, 这也得打到何年何月啊。 但好在他们老大, 也正在此刻, 粉末登场。 只见眼镜蛇和大河, 是坐在炫黑机舍上, 朝着日向, 怒出了挑衅的眼神。 这达姆的小喽喽们, 是顿时发了火, 他们直接朝着眼镜蛇二人袭来。 结果, 这一千情为首的几元大将, 是立刻冲出来, 保护我方老大。 但是呢, 这还受漏网之余, 冲到了眼镜蛇跟前, 大河也直接恶虎拦路。 而日向看眼镜蛇是迟迟没动, 于是便立刻加入战斗, 他直接把眼镜蛇的手下, 是逐个的扭断筋骨。 眼镜蛇也顿时发了火, 大河一声, 把日向狠狠地撂下墙边。 但是日向是个疯癖啊, 当初哥哥惨败的情绪, 瞬间涌上了心头, 直接疯狂地挥拳, 抱走眼镜蛇。 眼镜蛇便再次涌出绝技, 缠身固定器直接钳至日向臂膀, 把日向死死钉在墙上。 眼镜蛇让日向别再被家村会当枪使了。 但是日向根本不听, 他用尽全力背在眼镜蛇, 然后把眼镜蛇一脚吹飞了。 日向是狠狠说道, 老子要让你永远臣服于老子的威严之下。 于是, 这日向便要向眼镜蛇使出致命一击。 没想到就在这会儿, 其他三个组织都来了, 他们也都是来找日向的。 这时, 眼镜蛇是告诉日向, 我们五个组织, 共同的敌人是家族会。 如果再内斗下去, 不仅会失去索尔的统治权, 还会让很多普通和平凡的人, 陷入家族会的魔爪。 结果呢, 这日向还就是不信, 又是一拳赶翻了眼镜蛇。 因为啊, 这日向根本就不在意其他人的死活。 但是眼镜蛇也并没有还手, 他就是要用语言来唤起日向良心。 如果没有我们其他四个组织, 你以为你能跟家族会抗衡吗? 日向是越听越恼火, 打的眼镜蛇的攻势也是越来越生猛。 于是, 这眼镜蛇干脆就直出痛处, 你不是很想为你哥哥争气吗? 要是你哥知道, 你给人当枪使, 是不是得记得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这话也是直出了日向痛点。 同样, 也让其他组织明白了, 只有团结一心, 才能阻止家族会的阴谋。 但是就在这会儿啊, 阿登居然直接冲了出来, 他拿起了枪, 瞄准了眼镜蛇, 要求眼镜蛇的组织必须加入家族会, 否则就做他的枪下亡魂。 这阿登看似凶狠, 实则他非常害怕, 山王联合会会被家族会彻底灭掉。 所以啊, 他有点走火入魔, 那是强制命的眼镜蛇加入家族会。 眼镜蛇当即便做了个决定, 他看向了阿登, 用最温柔的语气宣布, 山王联合会就得解散。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山王联合会创立的真正初衷, 就是为了给阿登一个家。 原来啊, 这阿登就是一个孤儿。 眼镜蛇明白, 阿登想保护山王联合会, 所以啊, 是不惜用枪威胁自己。 眼镜蛇便想, 只有解散这个组织, 才能彻底唤醒阿登。 接着, 这眼镜蛇告诉阿登, 即使没有了山王联合会, 他也同样是阿登的家人。 阿登这下有点分不清现实了, 没想到这手里的枪突然走火了, 千情是立刻挡下, 但好在子弹打偏, 千情也并没有受伤, 阿登也总算恢复理智。 他想起了小时候, 自己被眼镜蛇和大河叫去吃饭团的记忆, 还想到他们向自己承诺, 永远会当自己的家人。 终于啊, 这阿登算是放弃了戒备, 跟眼镜蛇和大河再次占卜了一起。 等到了最后, 这五大组织是齐心协力赶走的家村会, 也彻底守护了宋岸的街区的和平。 本剧到此结束。 本期是热血街区的全部内容, 本期问题五大少年组织的老大,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选眼镜蛇的扣三个一, 选春山的扣三个二, 选白老大的扣三个三, 选燕帅的扣三个四, 选日向的扣三个五。 本篇好看, 推荐你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熊球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